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爱自拍 尤其是女孩子 出去旅游 朋友聚餐等等 拍照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可能99%的人都不知道 拍照也是有禁忌的 千万不能跟这些东西合影 否则会招来恨祸 霉运加深 有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 关于照片的一个离奇事件 一招来恨祸的离奇合照 这件事发生在2003年 是网友的一个远房表亲 遇到的真实经历 远房表亲一家在河南 当时国庆假期 他们一家人去了一个野外的景点郊游 就在巴里沟附近那个地方 那时候人还挺多的 当时他们一家人拍了照片作为纪念 旅游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什么怪事 回来以后也一直相安无事 直到一个多月后 他家的小儿子刚满一岁 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看到那张照片 就会哭得特别厉害 就是那张他们外出旅游时拍下的照片 他们夫妇把那张照片挂在卧室的房间里 每次抱他儿子进去的时候 他儿子一看到照片就会哭得特别凶 有时候还会用手指着那张照片哭 这让他们很是纳闷 那张照片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就是一张很普通的照片 照片中的人都很正常 也没有看到多出什么人来 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交流照 后来家人也没太在意 就当是小孩子闹性子 甚至还常常拿来吓唬他儿子 每次他儿子一不听话 他们就说你再不听话给你看照片 或者是你再不吃饭就给你看照片 猪如此类的 只要拿出来吓唬孩子 他一定会该干听话 为此他们还乐此不疲 后来他们家的一个亲戚 无意间听说了他们家的情况 就立刻觉得不正常了 小孩子如果无缘无故 对着某样特定的东西表现出惧怕 尤其是过度的惧怕 那就一定有问题 他们家的那个亲戚本身很迷信 就跟他们要了那张照片 但他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因为照片很正常 然而后来他们才看出了异样 他们发现照片里出现了一座牌楼 就在不远处的山坡上 因为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很难被发现 之前他们多次反复看过 也都不在意就觉得很普通 现在才发觉原来那个地方 根本没有牌楼 可却出现在照片上 照片上出现了不存在的事物 这倒让他们家人警觉了起来 后来经过那个亲戚的介绍 他们家人请了一个师傅来他们家 那个师傅听说后到了他们家就直奔卧室 他们家人给了那张照片给那个师傅看 那个师傅一摸到那张照片 整个人也吓了一跳 直接把那张照片扔在地上 做出吃惊的样子 然后他就在他们家烧了三根香 结果却烧出三长两短的香 那个师傅就说这是他们家的祖先在警告他们 说他们家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那个师傅说了要立刻把那张照片 拿到没人的地方烧掉 最好拿到坟地去烧掉 那个师傅还说小孩子 可以看到一些大人看不见的东西 而他看不到他只会推算和感应 他一摸到那张照片 就听到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哭嚎 那张照片很不干净 最好立刻烧掉 否则他们家必出血光之灾 必有人丧命 后来那个师傅才跟他们说 那个地方以前闹过饥荒死过很多人 那座牌楼是民国时期建的 是用来喂灵的 而那张照片其实是一个媒介 幸好发现得早如果再晚一点的话 有些东西估计就要来了 至于来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没敢再问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不能随意和一些物件合照 那么具体有哪些不可以合照呢 二 和这些东西合影 后果很严重 一 不要于很久年代的衣物家居合影 一些人到故宫玩 往往趁工作人员不注意 偷偷溜进去坐在皇上或大臣用过的椅子上拍照 甚至还想上农床 穿上太监的衣衫拍照 如果得逞 那么麻烦很可能随之而来 二 不要随便与他人合影 北方某饭馆请一掌向库似某伟人的人座堂 不少时刻于是频频与他合影 后来该座堂人不幸过世 结果不少旅籍合过影者那一段时间日子都不好过 三 外出游览 千万不要与千年老树 百年老屋合影 四 不要在夜间对着镜子中的你或他人拍照 镜子属阴性 容易招阴 往往在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看到不想看的东西 五 谨慎与过世的家人墓地合影 清明节时不少人去扫墓 一些人与自己亲人的墓碑合影 岂不知一些镜头包含的他人墓地 结果当然不妙 六 三人合照有讲究 过去画师会拒绝把三个人画进图内 据说中间的合照只会受到左右两旁的朋友排挤 因此要仅剩三人合照 不过提醒朋友们一家三口无碍 七 不能在塔的正下方拍照 塔的正下方就是被压住制住的感觉 因为塔是用来镇腰的 这一点认为很多朋友会犯规 八 怀孕后不能在阴气很重的地方照相 比如医院 坟场或病遗馆 屠宰场 少人居住空屋 替进的屋院等 不仅对大人不好 对胎儿更不好 提醒即使拍照自己的大肚皮也不能随意 九 谨慎拍摄睡觉时的人 拍不好容易拍出问题来 因为卫理学认为会把他们的灵魂射入镜头之内 这一点往往婴儿的父母会犯规 提醒你要谨慎 十 电梯内的天花板不要拍照 卫理学认为死后的灵魂喜欢站在电梯顶上游荡 进一步说 地下室也谨慎拍照 无论你是住在地下室 还是去地下室参观均如此 十一 老宅内的烟雾不能拍照 突如其来的烟雾可能是某种未知东西闯入人间的仙照 若拍下来有把他们带回家的可能 对于莫名其妙的东西都要谨慎拍照 除非你是专业摄影师 十二 隧道 山洞口等要谨慎拍照 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通向另一世界的接驳点 提醒朋友们 少许朋友犯规 后果不妙 十三 千万不要以风景名声中的灵木为背景和眼 如北京十三灵等 请勿随便合影 尤其是下午三点以后 没准跟你合影的还有其他东西 十四 谨慎于酒并不遇的人合影或拍照 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这一条很多朋友也会犯规 提醒你要谨慎为之 十五 谨慎拍摄不含头部的人体照片 因为这样一招惹阴魂附体 你在照片上可能看到其他人的脑袋 十六 夜游时最好不要乱照相 否则不明物体会入境于你合眼 手电筒也不要往树上乱照 以免惊动喜欢附着于树梢上的某某 十七 对于突如其来的不明物体 要谨慎拍摄 一些人以为是UFO 又是拍摄又是摄像 往往可能UFO没拍到 而其他东西却给你带来麻烦了 十八 不要在野外裸拍 容易失魂和招音 提醒朋友们 有些朋友喜欢写真 结果到野外或者深山老林拍裸照 后果不堪 不仅仅照相要有禁忌 从命里学角度看 甚为命中五行深弱的人 也不移去那些阴气比较重的地方 如各种古代的遗址 陵墓和宫殿 比如秦始黄冰马俑 北京的十三陵 青东陵等陵寝类的旅游景点 还有各地的寺庙 人或动物的遗址 古代和现代的战场等等 这些地方都要谨慎去游览 去了容易招一些阴气 对身体健康和自身运势极端不利 照相不仅是给我们留下一段难忘的历程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正确的照相地点 时间 明白旅游照相的禁忌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玩得开心 游得愉快 让自己快快乐乐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